第一位的演員非常的不容易 你知道就大家屁股都還沒坐熱 然後氣氛也是被我搞得有點奇怪 所以讓我們來期待第一位的表現 掌聲歡迎賭徒威廉 哈囉大家好我是賭徒威廉 最近在踢四組大家應該都發現說 其實台灣的足球的熱潮是有被四組帶起來 上週末我經過小巨蛋附近天氣超冷 我就看到有一群路人在那邊踢足球 超級熱情 我就跑過去問說可不可以嘉義 就他們直接拒絕說不行 說不好意思我們在錄全明星運動會 我就說乾衰 不是賭徒威廉我應該符合參加的資格吧 我應該就蠻好窮吧 然後既然踢不了球就只好去買運財 然後我發現很多人買運財 他不知道風險跟報酬的概念 像前陣子巴西踢韓國 然後我就買韓國 然後我女朋友就問我說 為什麼不買巴西 巴西不是比較強嗎 說因為巴西的賠率太低了 他說對啊所以比較不容易賠啊 然後我發現因為我是讀財經系的 然後很難跟大家去解釋就是 很多人就是不能理解說風險 跟報酬是互相並隨 像是 很多人包含我女朋友 常常問我說要買什麼你比較好 然後風險又比較低 然後我就跟他說就是沒有這種東西啊 高風險就是高報酬低風險就是低報酬 就是沒有沒有什麼就是便宜又好賺 但他就是不相信 沒有這個概念隨便一個 玉達高中的應該都知道嗎 然後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問我說應該一定有低風險高報酬的東西吧 我就想了一下說硬要講話還是有 就是比如說你平常假如看到 有男生約你去喝酒或是唱歌 那個就叫做低風險高報酬 可以喝酒唱歌 那你的風險是什麼 最大的風險就是在結帳的時候 你有可能要挺分帳單 好 好 下一個 大家平常有看雞湯文嗎 就是 那種網路上那種在 會用一些很漂亮的字體打出一串沒有意義的話 很多人會按讚 雞湯文有種慣用語法叫做不是 只是 你不是單身 你只是在等一個人 他不是出軌 他只是忘了說分手 我不是窮 我只是不想用錢定義生活 然後這種東西就是沒有沒有重點的一個劇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眾多人喜歡 就模糊焦點 可以照樣照舉 就是 光世間不是側翼 他只是站的沒那麼中間 哈哈哈哈 育達不是學店 只是想給單親媽媽一個家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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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有喝酒嗎 怎麼沒有膚淺 這是前面一個消化的口味 前面一個沒有中 所以這個也不用用 好 最後 哈哈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前陣子我樂於住人的一個小故事 就前陣子我經過運財店 就看到一個阿伯 蹲在腳路一直哭 身邊散熱了一大串 十歲的殘倦 有人有類似的經驗嗎 然後我就過去拍拍他說 阿伯你怎麼了 他說他最近運財是怎麼賣怎麼輸 每一場都輸 把他的積蓄都輸光了 然後他說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他下一場真的就要走 可是他沒有錢 我想說幫他一把說 阿伯你要買什麼 他說我要買阿根廷 我說好 我就走去櫃台 幫他買一張一千塊的阿根廷 給他 然後再買一張一萬塊的阿根廷 我就輸了 就是山庸身邊的凡子 然後這個也是低風險高暴行 然後結果最後平手 我跟阿伯一起蹲在腳路 然後店長就找過來拍拍我們說 你們不是輸錢 只是還沒找到你錢的方法 然後見到你們謝謝阿伯